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排名前十的车子 受到所有观众朋友们的热烈的一个讨论 那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您来评比 那这评比的项目是高级的进口车 在去年的车市当中 台湾总共卖了将近40万 43万辆的车子 那其中成长幅度最高的 居然是进口的轿车 以及高级进口车 他们的成长幅度高达了两成 那有钱人越来越有钱 那这个进口轿车 高级轿车的话 到底观察的重点在哪些 我们今天也要做这个TOP10的一个大评比 赶快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宝哥 欢迎宝哥 主持人 大家好 宝哥今天天书有带来吗 天书今天没有带 天书竟然不用带了 高级轿车不需要天书 在手带里 在哪里 好 另外特别欢迎的就是我们的庞德 欢迎庞德 大家好 大家好 庞德深入地研究这个汽车的一个专业的知识 另外还有车市未来的一个发展 待会我们要好好的来问一下庞德 另外还有我们汽车网站的总经理 Eric 欢迎Eric 大家好 Eric从事这个汽车的一个相关工作 也有数十年的一个时间 非常的专业 另外我们也有同时欢迎我们汽车网站的 总编辑罗坤平 罗哥 欢迎罗哥 好 罗哥同样在这个汽车的一个专业领域 已经从事了2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 另外我们的专业式车手Andy老爹 欢迎Andy老爹 好Andy老爹非常的严苛 但是我看了今天的所有的评比里面 又出现了一个更严苛的 那就是罗哥了 罗哥给的分数都是三分四分的 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高级轿车 居然给了三分四分 动辄是数百万 好 今天我们要帮大家好来评比一下 那我们所设定的条件呢 在这边也告诉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设定的条件呢 这一次所设定的条件的话呢 是150万到500万 好 这是价格的区间 另外车型的话是轿车 产地配备的话呢是不限 我们呢从哪里截录呢 我们从Ucar以及Yahoo的汽车的 这个网站上面呢 下去做一个设定的条件 那总共呢 找出来的车子呢 有26辆的车子 符合我们所设定的资格 好 这26辆的车子呢 我们的评比条件呢在哪边 第一个呢 是引擎动力占了10分 另外科技创新呢 也占了10分 后勤维修呢 也占了10分 另外二手车的一个行情价的话 这就要问宝哥 那这二手车的行情价呢 也是一个观察动点 同样也给10分 另外一个 这个买的车子的话呢 CP值到底是如何 那就是我们的性价比 所有的总分呢 加起来的话是50分 那我们待会呢 所有的分数呢 会平均之后 依照它的性价比 后勤维修 科技创新 二手车的一个行情 以及引擎动力呢 分数高低 作为排列的顺序 好 待会呢 评比的一个结果呢 会告诉大家 另外呢 我们也来看一下 刚刚有特别讲到的 就是在去年的整体的 台湾的汽车销售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个 这个销售次序 名次的一个排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去年销售里面 冠军的车子是 E Class 总共呢 是卖了5467辆 然后呢 第二名也是宾室 4837辆 另外第三名的话呢 是B&W的5系列 4219辆 第四名呢 是B&W的3578辆 这是三系列 好 前面四名的话 旁的为什么双V的 全部都是双V的车子 其实这个永恒的三星标志 跟蓝白徽章 是台湾一般这个消费者 只要认为 有一点经济能力 一定不管你喜不喜欢它 不管你觉得它 是不是制服车 蒙着眼睛都要买一台的 我觉得B&W可能要注意了 其实我们大概业绩 最近都常在讨论 宾室的车操控性 已经在现在新的产品里面 跟B&W不遑多让 甚至还认为是超越B&W的 我们现在是B&W三系列 五系列 三系列 说实在的 两年前我试第一台 三系列的时候 我有点惊讶 这B&W吗 怎么这么软呢 就是说它现在做了一个 四段的一个设定 平常的这种 平常的时候 我觉得跟Camry有拼了 那种操控怎么可以忍受呢 对不对 跟Camry有拼 对 我说真的 它的平常的状况 你一开出去那种软掉的感觉 我想怎么有点松松的 B&W怎么可能会松松的 那当然啦 把它拨到支援模式 支援模式的时候 那个感觉回来 但是B&W应该的平常 就是支援才对吧 反而宾室呢 它的车子 你不用经过设定的时候呢 我觉得操控性反而还觉得比较早 好 今天我们的观察重点的话呢 要在B&W了 现在不要担心的是后面的Lazos Lazos呢 在去年的一个销售里面 第五名 以及第六名呢 全部都是Lazos的车子 如果按照龐德这样子讲的话 后期之秀 Lazos搞不好会追过了B&W 基本上其实国人在买车 当你有了那个经济条件 你要选择的时候呢 基本上我觉得德系 给人家一般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稍微再好一点点 不管是说它的整个车辆的一个本质 它的体质 包含说底盘 我觉得然后跟Lazos比起来 我觉得其实德国车跟日汽车 其实两个个性 还是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好 来 第七名的话呢 是宾室的S Class 另外第八名的话呢 是这个Lazos的CT 这个是油电车 那这个第九名的话呢 是Volvo的S60 好 Volvo的车在去年卖得不错 这非常的意外 待会这也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另外呢 第十名的话呢 是Volvo的一系列 总共卖了1600辆 好 刚刚有特别讲到 这些呢 全部都是在今年车子里面呢 观察的重点 我刚刚有特别讲到 就是我们这次设定的条件是 150万到500万 总共有26辆的一个车子入围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车子 刚刚有特别讲到 双臂的车子应该都入围了 好 Audi呢 Audi有A3 A4 A6跟A8 BMW呢 有3系列 5系列 7系列 以及M3 那M3的话呢 已经到了我们最高的一个级距 将近快要到500万了 是495万 另外呢 Infinity Infinity的话呢 有Q50以及Q70 这两台车子 另外呢 还有Jagga Jagga的话呢 SF以及SJ 另外还有 哎哟 马萨拉迪啊 好 待会我们来看看 它到底有没有入围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标志的 508 另外还有SUBARU SUBARU的WRS 178万 另外还有福斯的 279万 另外VOLVO VOLVO S60以及S80 好 另外呢 还有LASUS LASUS的话 ES以及GS 还有IS 另外LS 还有宾室的车子 C-Class CLA 另外呢 CLS Class 另外还有E Class 好 最高的一个级距 是CLS的这个428万 好 我们首先呢 因为刚刚有特别讲到 就是我们在这次评比里面的话 分数都非常的接近 所以我们这次呢 要从15名 开始为各位来揭晓 我们先看一下这15名 第15名的话呢 是哪一辆车子 来 第15名呢是 就我们刚刚特别讲到 VOLVO的车子 VOLVO的车子呢 S80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的一个分数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宝哥 宝哥 S80 VOLVO的这一辆车子 排名第15名的车子 他在这个二手车的行情价里面 我刚才讲说 那个二手车价钱应该不错才对啊 他居然给了分数 只有给了6.5 不过呢 引擎动力性价比 科技创新以及后勤维修的话呢 都非常的平均 都给7分 总分是34.5分 他的缺点呢 是讲二手车市场的一个折价高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的印象 跟我的印象好像不太一样 待会再问到底怎么回事 好 另外还有庞德 庞德呢也是讲 他的缺点就是二手车的一个行情价 另外一个优点呢 就是他比较安全 好 二手车的行情价 他只给了4分 在性价比 科技创新比较高分 给了9分 引擎动力 以及后勤维修呢 只给了7分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Eric Eric呢 是在二手车行情价 以及后勤维修呢 给他只给了6分 比较低分 另外在引擎动力 性价比 科技创新呢 都给他一个7分 他的这个评语的话呢 他们是保值性比较差 所以大家都觉得二手车 行情价好像比较烂 Eric 老天比较狠一点 他只给了3分 来 Vovo的车子 我记得我朋友前不久 卖了一辆车子 卖了快20年的车子的话 还可以卖到7 8万 那因为20年 他已经趋近于这个车辆的残值 还可以卖7 8万 最差 最差也就这个样子 可是他第一年 第二年 就会掉非常多的价钱 其实品牌不是一个 这个车辆折旧的一个绝对 也要看车型 像S60的话可能就会好一点 那S80是这个Vovo 最大的一个这个车种 那你看他看起来就很老气嘛 那开起来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这种乐趣 那就纯粹是一个 安全的家庭的一个房车 maybe属于这个后座老板 坐一个比较低调的车子 那他在台湾的这个形象就是说 大型房车长得比较土气一点 真的在二手市场上面的 接受度也比较差 因为大概花得起这种钱的人 他也不会去买二手的这个S80 所以在S80后手的接手度 比较低的状态之下 他的需求没有那么高 当然他的这个保值性就来得差 好 来 那个 宝哥 那个售价 新车的话198到225万 对... 落地以后到你们那边S80的话 大概多少 Vovo的车子同样都是一样 折价高吗 还是只有这个S80 现在稍好 那在以前的话 我们国人的习性嘛 你没有注意吗 刚刚那个电视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很像棺材 是 的确是这样子 所以说对于我们的这个 一个习惯性 所以他在我们的市场 是非常慈悔 但是我要替Vovo讲几句话 因为他的板件 他的设计是优于双B的 在欧洲车里面 他是冠军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台湾的市场 是这样子呢 第一个他的喜感不讨好 第二个他太封闭了 等于他的诉求群 就是一些大老板 那大老板的话 现在有很多的车可以挑啦 冰式的BMW 7字头或S的车子 所以他的市场就慢慢地没落 还好他这几年 他的新款出来的时候 S60出来了以后呢 市场上他还是有 他的一个占有率 对 其实Vovo 就是说我们对他最大的印象 就像比如说我们想到BMW 就想要操控 可是我们想到Vovo就想要安全 那像这个钢宝哥讲 就是说他在板件的部分 其实他的厚度跟他的硬度 其实会比同级就是双B车 甚至比双B车都还要来得好 那再来就是说 我这边可能要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我在引擎动力跟这个科技创新 其实我应该要稍微给高一点分数 因为其实在他的 我刚刚讲到安全配备 他是同...这个价位 你可以买到的 主被动安全配备是最多的 就是说包含像什么那些高科技的 什么前方障碍物侦测 车色盲点 车ACC自动跟车 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在Vovo上面 基本上他不会说 我便宜的车我就给得很阳春 那我比较贵的车我就给满档 他其实比较不会这样 就是说他觉得安全 是任何驾驶者开他 Vovo的车是最需要的一个 最基本的条件 欧洲车实在是就这个样子 到现在还为止 他的电动窗 他不是像我们在台湾 配备齐全 对不起 后面有时候 还是没有电动窗 为什么 还是用这样摇吗 他是安全考量 曾经有驾驶 包括电动椅 有些都还没有这个配备 他就是安全考量 当你不小心 万一不小心 溜到湖里面的时候 你的电力就消失了 他可以摇 他还有救命的机会 所以他们的考量 外国人跟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的市场很奇怪 我最好的人家说新车只要500万 你加配备加100万到600万 比好的 所以忽略了安全方面的一个设计 所以国外的人他不是 他不是从这个地方考虑 他天窗有没有 不是重点 对 他要安全的诉求 好 第14名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第14名呢 是这辆车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MASTA LADI的GIVENY 好 来这个GIVENY的车子是 好像我们在路上应该很少看到 很少 非常少 刚刚那个宝哥又特别讲说 有辆车子已经到了 你们二手车市场 已经开了多少公里 300公里 300公里 结果居然只折价折了30万 对 这么厉害 好 来 他的总分呢 所以给他比较高分一点 给了39.5分 二手车的行情价 那我们宝哥给了他8.5分 性价比也是8.5分 引擎动力是8分 科技创新是7.5 后勤维修的话是7分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庞德 庞德给的分数的话 二手车的行情价 跟宝哥的意见不太一样 只给了5分 后勤维修更惨了 只有3分 引擎动力跟性价比的话 分别给他9分 以及8分 科技创新的话给他7分 Eric给他引擎动力是8分 性价比8分 科技创新也是8分 另外后勤维修 同样也是8分 二手车的行情价 稍微比较低一点 是给他7分 整体来说 这个分数算是不错的 这个形状不太好看 22分而已 你在性价比上面 只给他几分 2分 你这大概创下 我们那个评比里面 分数最低的 二手车的行情价2分 后勤维修同样给他 给他2分 引擎动力比较高一点 给他8分 以及科技创新8分 其实喜欢这个车 你真的要对他有爱 我们知道他现在是在 菲亚特的集团下 等于跟法拉利同一集团 对 那马斯拉拉迪有一些车款 像Ghibli这个车子 算是他的最入门 所以如果你喜欢马斯拉拉迪的话 300万就可以买得到 那当然就 对于喜好这个海神品牌的人 会觉得好便宜 就像以前我们看保时捷 都要六 七百万 他后来突然出现了这种休旅车 300万就买得到保时捷 突然觉得很便宜 这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毕竟马斯拉拉迪 它在台湾消失了好一段时间 我小的时候刚进这一行的时候 我们都说马斯拉拉迪 原来这个是这个非常 看起来又四四方方 有点像树立303 但是它是双涡轮增压 当年我们是觉得 这个车非常特别 非常的传奇 那现在重新回到市场了 因为它有很多的车系用的 跟法拉利是同样的引擎 所以你就讲 把这么好的超级跑车的引擎 装在豪华的房车上面 这就是马莎拉迪 对不对 但是其实真正了解的人 毕竟是少数 所以我给它这个性价比 还有其他的这个 后面的二手行情 维修 确实是要打折扣 除非你有爱 我说一般的 大部分的消费者 是很难很难敢去买这个车 以前可能说你开三系列 换开五系列 开五系列之后 好像就跑去开E-Class 没有什么选择 但是在网上 马莎迪以前你不会考虑的 因为动辄七八百万以上 但现在这个价格 已经跟五系列E-Class差不多了 并且说本来开E-Class的 或五系列的人 下一部可能车就跑去买Ghibli的 但是一样的 我常常强调说 Ghibli这个车 如果说你以前是七八百万 那个买家他不在乎什么维修 一定进原厂 司机开去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本来开五系列的 开E-Class的 也是跟一般大众一样 你比一般有钱一点而已 你可能保固骑完了以后 还是到你家楼下附近的房间 大家都有双B电脑可以插 但如果说你这个经济急剧的人 你现在开了Ghibli 你买得起 OK 你买得起 可能比这个双B多几十万而已 但是一样你开个几年之后 离开保固 楼下王老板 我这个车你替我保养一下 糟糕 机油换完不会归零 因为没有电脑 换完刹车比如说是亮灯 因为没有电脑 所以这个车我会认为 现在二手行情好 是好这几年而已 但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一定有很长一段时间 整个市场上出现维修的真空 那这些人经济实力 又不至于说 能够全部回原厂处理 所以我认为二手行情 这个车是不可能高起来的 包含了庞德 还有罗哥 其实他点到一个重点 就是他的后勤维修 后勤维修 后勤维修 给的分数是给的最高 你给到7分 会不会也有庞德 这样子讲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你拿去哪里 你拿去哪里 毕竟这车子比较少 我的看法是这样 因为买到这种车的客群 我的经验 大概他的双臂车 他都不要玩了 他已经要玩这种车了 所以他的财力 他的实力 他的身份到那一点 纵然是过了保固期 而且他这个是三年保固期 你过了三年保固期以后呢 他原厂 他有一个优惠你 你两年再给你延长两年的保固 就等于说五年 五年里面 但是你另外的两年你要缴费 比如一年缴8万块 两年16万 他给你再延长保固 那基本上这种客群 不会开到五年了 好 这是我们在26辆车子里面 排名第14的一个车子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第13名的车子 我们来看一下 第13名的车子是 滨市的CLS Class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一个分数 好 各位的一个分数的话 这一个 宝哥给他的分数总分是36.8分 那在引擎动力 性价比 科技创新 后勤维修以及二手车的行情价 大约都是在7分到7.5分 所以分数是比较平均一点 另外庞德我们看一下 庞德给他的分数也稍微比较平均一点 引擎动力 科技创新跟后勤维修 都是给他7分 另外性价比和二手车的行情价 只给他6分 但是平均起来的话 其实是还满高分的 另外还有Eric Eric给他的一个分数 总分是38分 这看起来也是正五角形 没错 差不多的分数大概都是8分跟7分 好 来 不过他有一个缺点 Eric讲说售价比较不亲民 我觉得每一辆车子售价比7分 今天都是谈不亲民的 今天的都不亲民 都是不亲民的 没有亲民的 好 来 罗哥给他的分数呢 他讲说缺点就是太特殊 奇怪 這辆车子算是特殊 他的性价比只给他4分 待会我也要问一下 二手车的行情价跟后勤维修 都给他5分 罗哥 我们的总分是10分 你记得 不是总分 是5分 很多修理厂老板都开7系列 为什么这样 宝哥来帮我找一个 大概30万的大漆 你千万不要交换 到时候我们朋友也做不起 好 他现在跟丁氏合作引擎 所以呢 你看起来是日系车 它其实谷子里面 其实很欧系的车 它这个价格 可以买到的C-Class等级的 配备要多 非常的多